那對於二樓住戶那邊說沒有跟你們這樣約定 我覺得他們已經開後感到羞愧 因為這個是他們提出來的 所以不會放棄開床物店 我們不會放棄 因為爸爸都交代了 也都留在這邊了 很感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對於我們店面現在的狀況 因為二樓一直不願意簽同意書 然後我們後來有想要去跟他們談 但是後來他們也直接就不見了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去進行溝通 然後他們本來原本說好 我們幫他們修善他們的 像是陽台還是水管什麼的 他就說他就幫我們簽同意書 結果我們幫他們都修好了 錢有花了大概快十萬吧 然後結果他們也沒簽 然後他們後來又說他們想要就是 想要就是說他們希望整棟樓的人都同意 在他們在同意 然後他說怕整棟樓很快有人不同意 所以就把這個事情丟包給我們 然後我們後來也簽了 整棟樓的人都簽了同意書 然後他們簽了同意書之後 可是二樓還是不願意簽名 然後我們後來二樓就直接就跑走了 我們也就不知道我們完全找不到他們 然後因為我們今年才開幕 然後到現在也已經半年了 我們每天都在燒錢 然後我們其實壓力也很大 因為我們目前申請下來的只有寵物用品的買賣而已 我們沒有辦法說寵物美容也沒有辦法接寵物住宿 所以我們其實一直壓力都很大 然後因為我父親我爸爸姐姐就是寵物店的老闆 因為他養四個女兒 所以他就要一肩扛起所有的責任 然後加上店裡的床的狀況 然後我們也沒剩多少錢了 其實對 所以他後來他壓力很大 所以他最後選擇結束他的一生 然後對他來說應該很痛苦 對我們來說也很痛苦 那對於二樓住戶那邊說沒有跟你們這樣約定 我覺得他們應該有感到羞愧 因為這個是他們提出來的 然後他們現在又說他們沒有講過這句話 我覺得很難以接受 那未來你們是打算如何去跟他們去做協調呢 我們應該還是會想要好好溝通啦 比較柔和的方式來 然後我們也有跟房東討論過 我們想要一起去好好的去跟二樓住戶溝通 所以不會放棄開充電 我們不會放棄 因為爸爸都交代了 臉都留在這邊了 我們對